苏卡穆曰,菲尔纳迪被评为印尼人最喜欢的男子运动员 12月16日,印尼新闻工作者协会体育新闻部门将亨德拉·阿珊评选为印尼年度最佳运动员 苏卡穆曰,菲尔纳迪被评为印尼人最喜欢的男子运动员 由于亨德拉·阿珊·苏卡穆曰,菲尔纳迪无法到场 男双教练彭伟信上台代为领奖 当今羽谈的第一男双苏卡穆曰,菲尔纳迪 自2001 17学起以来几乎垄断了各种男双公开赛冠军头衔 短短三年时间拿到了30个公开赛冠军 虽然一直未能拿到世界冠军头衔 但两人目前是男双世界排名第一连续周数最长 首队积分超10万的男双组合 特别是两人的球风神出鬼没十分华丽 得到了不少球迷的喜爱 已过尔历之年的阿珊与亨德拉在2019赛季爆发第二春 勇闯11项赛事决赛并勇夺4个冠军 当中包括含金量最高的市井赛全英赛和年终总决赛贵冠 再次证明年龄只是数字 重拾巅峰状态的亨山期待能再战东京奥运会 以弥补4年前在里约奥运会空手而归的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